嗨 元宵節快樂 我吃多好吃 元宵節就是要吃湯圓 吃甜甜賺大錢 吃圓圓也賺大錢 給你們看我今天要煮什麼口味的湯圓 登登 其實我最喜歡的是這個花生湯圓 然後呢 爸爸我老公想要吃的是桂冠紅豆湯圓 然後我看到了一個這個 就做珍珠丹的黑湯湯圓 沒吃過 吃吃看 看我們等一下 誰吃到什麼口味 我們每次都沒有特別份 就是看運氣 看我們等一下 誰可以吃到最多的花生湯圓 原諒我的隨性 我竟然用品底過足湯圓 登登 一顆 兩顆 不覺得這樣很可愛嗎 三顆 四顆 啪啡 三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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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微黃的 你看就知道是那個黑湯湯圓 然後其他的就是紅豆跟花生口味 你覺得用品底過足湯圓很可愛嗎 喝一個圓圓的 拼拼的 好啦現在的湯圓 湯圓滾了 鏡頭也霧了 一人六顆 看誰可以吃到最多的花生口味 老公不給我拍 我先來吃吃看這個 一看就知道是真竹丹黑糖口味 這就不用猜 第一顆 要看它是什麼味道 每次都是吃花生 紅豆 芝麻 真是買到這個不一樣的 有沒有感覺 突然想說什麼台詞 感覺就是在吃糖 還蠻好吃的 可是沒有讓我聯想到真竹丹的 黑糖珍珠鮮奶的感覺 就是裡面有黑糖 不會聯想到它的黑糖珍珠鮮奶 那就是它 就是糖圓 但是蠻好吃的 你有吃到花生嗎 第二顆我們來先 嘗試吃白色的 我真的看不出來它是什麼口味 我跟我老公一人六顆糖圓 其中兩顆是真竹丹的黑糖糖圓 另外四顆看不出來 我個人是比較想要吃到花生口味 因為我很喜歡吃花生糖圓 第一顆白色就是花生口味 黑皮 你有吃到花生了嗎 會不會四顆花生都在我這邊 再吃一顆白色的 白色第二顆 你還沒吃到花生嗎 你還沒吃到花生嗎 還吃到一個 紅豆 紅豆也是好吃啦 可是在我心目中 湯圓第一名 還是花生口味的湯圓 所以 所以 吃湯圓 賺大錢 好好吃喔 他吃到兩顆花生 不會花生都在他那邊吧 我先吃一顆 我先吃一顆黑糖的休息一下 我覺得黑糖口味在這裡面的角色就是解膩 因為他的甜味的確是跟 桂冠湯麵比起來 稍微不會那麼甜 而且他是黑糖就真的還好 不會死甜 所以真的蠻好吃的 嗯 嗯 吃湯圓真的不需要任何湯底 我很幸福 所以元宵節跟中汁都要買湯圓來吃 嗯 嗯 那一匹 醬~~第五顆湯圓 紅豆湯圓 不會最後一顆也是紅豆吧 那我就輸啦 你吃完了 先不要跟我說你吃到什麼 嗯 我老公其實是迅速的把六顆湯圓給吃完 好了 最後一顆 我剛剛只吃到一顆花生的 最後一顆你們猜什麼口味 我最愛的花生 所以好巧喔 跟你們說我真的是隨便亂撈的 竟然那麼平均 撈到兩個花生 兩個紅豆 兩個黑糖 這就是啊 注定要讓我們一人一把 感情不會散 嗯 湯圓也太好吃了吧 可以不要只有中日 然後還有 美小姐吃湯圓吧 可以每次就吃湯圓嗎 每次就吃湯圓 開心就吃湯圓 快樂就吃湯圓 不行嗎 我是湯圓代言 我會不會越吃越遠啊 好 美小姐快樂 吃湯圓 斷大錢 吃甜甜 掰掰